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剧中主人公杰克是一个八岁的男孩和妈妈哥哥生活在一起 他的好朋友是一个喜欢直播挖掘新鲜事物的男孩 有一天男孩发现附近森林里有UFO 就叫上杰克一起去森林探险 同情的还有一个小女孩安娜 安娜的父亲是一个生物研究者 因此安娜也对生物医学类很感兴趣 森林探险并没有让三个孩子发现什么 只有安娜带回了一些黏糊糊的液体 回到家的杰克被母亲训斥了一顿 此时安娜带着拿回来的液体 请求杰克帮忙研究那是什么 但没想到在和哥哥的打闹中 打翻了饮料把桌子上弄得乱七八糟 生气的杰克扔下乱七八糟的桌面水了 第二天醒来 杰克发现打翻的东西居然孵出了一只小恐龙 这让杰克又怕又喜 最后杰克决定要好好照顾这只小恐龙 把它当成自己的宠物 自此照顾恐龙的日子便开始了 而他们的小伙伴也知道了这只小恐龙 当恐龙还是个小恐龙的时候 它是一个可爱而神奇的存在 它几乎满足了小男孩所有的心愿 但当恐龙迅速长大 一切就不像那么简单了 长大的恐龙几乎有几辆卡车那么大 它的存在实在太眨眼了 当孩子们再一次来到森林时 却发现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里有一个非法军队组织 坐着贩卖恐龙的勾当 而为了不被人们发现这个秘密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去杀死杰克的恐龙 为了恐龙杰克和小伙伴们踏上了营救之路 电影的最后小伙伴们得救了 恐龙也得救了 但是恐龙又反了回去 而男孩的直播也揭露了非法军队这一秘密 整部电影也许不是特别出菜 老套的手段和剧情让很多人没有兴趣继续下去 但是在军队的包围下 小男孩对恐龙的呼唤 恐龙对小男孩的无条件信任也着实令人感动 在小男孩杰克和女孩安娜 发现无人机时 惊呼UFO的纯真也令人印象深刻 当然宠物恐龙狂灭无人机也让人惊叹 眼前一亮 我想如果武汉年幼也许会羡慕嫉妒恨吧 也许这部电影呼唤的就是野性与理性 受性与人性 而曾经年少的我们也许都做些这样一个梦 一个可以带着特工宠物肆无忌惮飞翔的梦 也许这不是一部给你我的电影 而是给童年的电影 只有曾经的我们才能懂的电影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